回憶一下是什麼用 OK 回憶完畢 大家好 這就是我 旅行的目標 當中 Let We Go Let We Go 雖然可能有時候是一種口號 不一定符合文法 但是喊得爽就好 然後我跟大家給我介紹一下 我現在是新加速學所 碩二 叫做陳之玲 然後我等一下會介紹 跟我那時候在那Q國團 八天基業的環島 那個環島的導覽員 有關的十分鐘 獲得兩屆結束教員處理 為什麼 跟上面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沒什麼關係 只是因為上一次我在私校分享 有分享我就是教學的過程 那時候是1.5屆 然後那時候是入學決賽 還不一定會得 然後這時候是確定會得 所以我即將在9月9號 9月9號的9點半 那時候會先接受教務長 就是頒獎 然後接下來他會邀請我 15分鐘到20分鐘的一個分享 然後那個分享 因為剛好我那時候焦點 有些分享過了 所以那時候他來通知我的時候 趙叔叔你要記得分享了 我說我投影片都準備好了 他整個嚇到 所以那天我會在分享的最後 大概一分鐘的時候 會幫月亮他們宣傳這個焦點 這個滑動 我做出這個訪問了 就希望你們都要介紹 然後我之前有看那個月亮還有阿鳳 那時候在那個TED的台北 那邊有分享就是焦點這個活動 然後也是進入決賽 祝你們也可以到時候在那個 TED的年會分享 到時候本來是0.5變成1 就是第一次分享 對 希望我能夠帶我那個運氣演員 對對對 然後接下來 好我們下一頁 然後這一次就是我等一下要交換的小步 對阿 然後那時候就是我買的這次 是因為我那時候還不知道怎麼樣導覽 我就藉由這個來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對 然後後來因為就是 欸就是 因為他那個時候 就因為大家玩弄太多次 然後他後來壞掉了 對 然後所以就是我還有準備電池 就電池這個是好的啦 對阿 你可以到時候回去看要充電什麼東西 然後或者是幫你自己重點 盡量點性電池耐力無限 對 然後 不過還好就是只要 他在我旁邊就有個特異功能 只要他離我很遠的話 我可能就沒辦法導覽 只要他在我旁邊 我馬上變成一個超級導覽人 然後就導覽給大家看 10分鐘的就是為台灣的導覽 好 然後所以我這個標題其實應該也可以下說 與這隻小鳥的最後10分鐘 好 那我們下一頁 洛陽方舟出航龍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五個地方 第一個是九份 第二個是綠島 第三個是澳門 第四個是澳門 第五個是高雄 然後我剛剛在下面聽到有人 等一下會 接下來要去綠島對不對 那你們可以前面先聽一下 綠島的時候再醒過來 沒問題了 對 然後我們二跟四 剛好是比較簡短的介紹 因為我怕到時候時間會不夠 好 我們來試試看 一開始介紹九份的話 我們一定是從莊校 復興一號出口 然後直接搭基隆客運 還是 或者是另一種方式 就是搭火車 是大家比較平常的 然後我們習慣就是從 復興一號出口 然後直接搭基隆客運 就可以到我們的九份了 好 然後九份 有一個黃金十字路口 那怎麼說呢 怎麼說呢 其實就是這條 基山路跟樹崎路 你只要記錄這兩條就好了 好 然後我們一開始一定會從這個 路口 九份老街這邊 開始往裡面走 好 然後這五個地點 是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到的 好 下一頁 然後他已經宣告說 我們等一下要記錄 九份老街了 他是位於這裡 即將記錄 好 然後他底頁是說 我兩秒就可以導覧往地 看看試試看 是不是能夠這樣子 好 首先我們先從老街進來後 往那個 那個基山路 也就是九份老街進來後 往上走 樹崎路 好 到了我們最頂端的阿甘怡議員 阿甘怡議員 那邊有一個九份國小 九份國小就在前面 然後我們等一下即將進入阿甘怡議員 那如果裡面的人數太多沒關係 我們也可以把我們的議員 搬到九份國小這裡吃 順便看一下山景 其實 往裡面的話 他有一個號稱 就是看山泰 看風景 因為裡面他有個透明窗戶 這樣往下一眺望 那整個九份山頂 山頂盡 盡收眼底 然後有些人會習慣把 就是把一些留言留言在他的桌上 好 下一頁 然後我們即將從樹起路 往下走囉 往下走 我們走到了森萍區院 森萍區院 這個就是以前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的拍片現場 然後裡面已經裝潢得很好 然後裡面還有很多機拍到 我們那時候進去研究形象 好 下一頁 好 樹芋草森林 就在剛剛森林企業的旁邊 因為他那邊其實最近 這最近這幾年才發展 就有樹芋草森的攤位 可以在那邊買訂 然後這個小熊 絕對是樹芋草森的代表人物 像是新竹有一個 確實是樹芋草森林整片都是的 這隻小熊也在那裡 就是如果 FREEPART有金氏世界紀錄的話 他一定是寶石者 因為很多人也是 包括那次了 在新竹那邊 台上也是有 有一個樹芋草森林 好 那傳說中的九分夜景勝地 那我們已經從 那個樹起路 往回走 再往 基山路這邊 走到最底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這裡 就可以看到這裡 這邊風景是確實是還不錯 那我們下一頁 然後我們即將就已經回到了 就是九分的入口 九分老街 然後我們往 就是往上面走 就可以到金瓜石 就可以到金瓜石 好 那金瓜石我們可以去參觀 黃金博物館園區 然後一千 還要七十塊喔 現在不用錢了 不用錢了 免費路緣 所以即將進入一趟 就是知性的探索的旅程 好 然後我們進入了黃金博物館 那時候我們有舉辦一個遊戲 就是 就是誰摸到黃金 笑得最燦爛 那看來是有他獲勝了 我就指後面這個阿姨 哇 讚 然後我們繼續接下來往下看 好 雞瓜石 旁邊是有礦坑 然後這邊有泡檯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 那他底葉是什麼意思呢 接下來會有兩種方案 接下來你可以 就是選擇回到九分 看那個業績 或是第二種 就是我們直接搭基隆科運到那個 那個 那個基隆廟頭 來吃那些餅乾醋啊 綿綿丁之類的 我們那時候就選擇 就是基隆廟 那個方案 好 綠島 綠島我們稍微 用這一頁就可以導覽結束 好 綠島其實我們通常會去小籃子民住 你們也是去他家嗎 喔 不是喔 不過沒關係啦 然後後來就是 你們等一下會經歷可能就是會有浮潛 然後有一個燕子口 就傳說中處決犯人的地方 對 然後有梅花路 那時候導遊就是 晚上的時候 就是拿著那個就是燈啊 就是照著遠處 然後他說這個有反光 就是梅花路的引進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嘿嘿嘿 然後有個招式文件很有名 好 下一頁我們澳門 澳門最有名的其實就是威尼斯的酒店 就是這個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在旅遊展買個票 就是三天兩夜 我們是住在金沙市中心 然後三天兩夜 然後還有機票 加一加大概一萬零七百 一萬零七百 嘿 好那我們再往下看 好 威尼斯的酒店 我們繼續肉 然後福利堂皇的大廳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頁 然後那邊 二樓的部分 完全模仿 就是那個 就是水路威尼斯 然後這邊真的有水喔 可是上去這個船其實很貴 聽說好像要四五百澳幣的樣子 我們沒有上去啦 沒有上去 嘿 然後下一頁 這是二樓 也是模仿的比較西洋的方式 好 這是我們住的地方 金沙市中心 金沙市中心 他們是 相反的是以比較 就是中國式的風格 有點像 浮起十二月房 然後這個 這個人 看起來好像是假的 可是前面這小孩 不相信 就拿錢在前面 看誘惑他 看他會不會做出一些動作 好 下了一頁 然後他就變成這個模樣了 對 對 然後這個其實是台北人 因為我們有跟他聊天過 他說他來台北 從台北來這裡打光 好 這是我們住的地方 然後 晴空塔也是澳門比較有名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要去澳門 可能要去看一下 大三八排檔 只要像是老街的時代 好 然後這是一些澳門的一些階級 這是 大三八排檔晚上的時候 好 福星酒店 福星酒店通常裡面有個遊戲 裡面有個遊戲 其實可能會贏錢的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下個月 這本來要講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往其他地方移動 澎湖 澎湖 這個地方是觀音庭 因為澎湖 我在這暑假已經有三位朋友 找我介紹澎湖了 然後這是其中一位朋友拍的頂下 然後他跟他男友可能在旁邊可能 就是在說 就一些 就是很 就是 不要輕輕拂扯下去 然後一分認青草兵 及早知青 這些都是一些必備的景點 澎湖就在這裡 好 然後接著高雄之愛馬頭 就傳說中 就是你情侶條在這裡的話 然後風沙會吹到你身上 如果你跟你的情侶就是一起 然後風沙 排成一個愛心的形狀 那就代表你們會百名好而勇於愛的 如果你們排成一個是破碎的心 那可能旁邊要進行分手雷台 開玩笑的 好 我們重點是旗徑 旗徑他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腳踏車步道 腳踏車步道 我們沿路 一開始由旗徑的燈塔 往上 往上 到燈塔後 然後再往下 這是旗徑燈塔 有個星空隧道 如果男生的話 要先做一點功課 可能要先分辨成 什麼是牛郎姓 什麼是姿律姓 免得到時候才不會搞混 接著再往下 走的話就是旗徑的海水浴場 大家通常喜歡在海邊 做一些比較休閒的活動 最後即將進入我們的 就是旗徑的貝殼館 這邊其實還蠻風景很漂亮 即將要進入尾身 好 然後就是 如果各位 就是可能有 就是一些旅行的一些想法 然後可以 我們就是來做一個 就是交流 然後上面這個網址 或者是搜索我的臉書 對 然後就是 祝大家都能夠讓你的夢想起航 然後並且在你的人生中 那個 邁向偉大的航道 Let's go 好 謝謝大家 然後這個是我的小物 有空的可以跟我交 欸 馬上Q&A 馬上Q&A 我可以回幹那個 就是我提前的那一頁 喔 你想拍那個對不對 喔 好啊 可以啊 那我可以簡單的講一下 欸 其實我剛剛看到 九份介紹完只剩五分鐘 其實心裡有點忐忑 對 好 然後 好 我們為各位介紹 這個能夠贏錢的 是在上面這一頁 普京酒店 這是舊普京 有個新普京 然後這個普京的 就是 創辦人是那個 澳門賭王 何鴻生 對 然後它裡面 就這個遊戲 是台 可能只有兩個台喔 因為這種遊戲 是玩家確實能夠贏錢的 然後這個遊戲 它其實玩法很簡單 它會給你兩個size 兩個size 你在賭桌上 往上一丟 然後骰子 兩個骰子的話 會出現2點到12點 嗯 2點到12點 那這個遊戲要怎麼玩 最能夠贏錢的 我們採取的是 全壓 700塊港幣 順便一提 那個就是 我們要買21歲 才能進入賭場 對 然後我們通常用港幣 沒有人用澳幣 澳幣要在賭場換 那匯率反而會 錢會變小 所以我們習慣 在台灣就先換了 好 然後 它本書上會有 4 5 6 8 9 10 為什麼沒有7呢 因為你骰到7 你的籌碼700塊 都被裝家收走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 那如果骰到4的話 骰到4 你的全壓700塊的方式是 4壓100 10壓100 5 6 8 9都壓125 總共加起來700塊 那如果你骰到4的話 這個賠率就要一賠8 也就是你可以拿到180塊 而且你還可以繼續骰 而且你還可以繼續骰 那如果骰到3或2的話 怎麼樣 沒有事 裝家不會給你錢 但你可以繼續骰 只有一種骰到7 你就會把這些700塊 全部給掉 澳門其實 因為我們是三個人去的 有兩個男生 兄弟 那哥哥開始先骰 花了400塊 就贏了2000多港幣 然後他一個人很興奮 然後他就想說 那我接下來壓兩倍 就是1400的港幣 然後他骰幾次 錢都被裝家拿走了 這時候其實我們旁邊 有一個澳門的朋友 他其實有做過賭場 他就跟你講說 欸小姐 這時候氣已經沒了 換你弟弟玩 然後換弟弟玩 也是用這種壓法 他一閃 又是贏了2000多 然後就我們就見討接收就走 見討接收就走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贏錢的 雖然我自己試算過 就是那個 希望只是固的 但是可以贏錢 沒問題 因為我們確實贏了 對 就不要玩那種比大小 因為那個哥哥本來 前面在疊了賭場 就問題是人 玩一下比大小 就把好像1500的港幣輸掉 所以他來這邊 把錢是贖罪之力 就來把那些錢贏回來 所以這個遊戲 真的確實能夠贏錢 對 但是那個一個賭場方 只會有兩台這個 在那個舊土金那裡 對 不容易找得到 我們那時候找了很久 才找到這場 因為澳門的 那個澳門的不但我們過去 我們才找到那場 這個有沒有炸 喔 我們 因為我們想說 既然我們確實能夠贏錢 我們就不管最後有沒有炸 對 我們有用數學的方法算過 期望值是負的 因為7其實是機率最大的 兩顆骰子 1到6 1到6 7是機率最大的 但我們有用期望值的公式下去 是負的但是能夠贏錢 對 那你以後 一人就要走 他沒有不讓你走 蛤 就是一人就想叫 就說他就讓你走 對啊 他不會因為我怎麼被掐他一直 等著 然後上排喜歡走 不是那樣 那樣 還不錯 在挑戰園 那裡去應徵 喔對啊 我那時候是投履 就是那時候 我在網路上看到 我都投好了 然後結果他就 好像現場也要我講一段 只是我忘記我那時候講什麼 有面試 有面試 因為那時候他其實 修國團他有很多團 美加團 港澳團 因為我英文不好 所以我最後被分配到港澳團 不過還好我個性還算活潑啦 就是所以還有應徵到 因為他們有面試 很多人 然後有些人有上 有些人有上 因為我自己也知道說 美加團我一定不可能上 我就鎖定港澳團 然後後來自己也去澳門 現在還蠻有趣的 對啊 可以免費去外面玩 有一個應徵的 而且還給我們錢 八天七月 總共四千塊 一天五千 一千五百 一天五百 對 等於是我們自己去 他們又給我們錢 我們住的都是 旅客服務中心 就我朋友 在台灣好多 旅客服務中心 其實設備都蠻好的 都蠻好的 而且我後來還發現 澳湖也有 旅客服務中心 對啊 還蠻強的 有年齡限制了 沒有 我有順便一提 就是如果你要去澳洲打工留學 在三十歲以前 才能出去 三十歲以後 他們不喜歡太男人 他們喜歡年輕的體育 對 有很多朋友去 聽他們分享 救護船 他們沒有年齡限制 對 時間到了 謝謝大家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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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人家 有 人家 有 人家